这房子是我的 如果我一开始说 这房子是我的 你肯定不会住 对吗 我了解了你的个性 我也不希望我们的关系 是从让你有负担开始 所以我说了这么一个谎话 谎话就是谎话 所以你就承认骗我了呗 你每个月打来的房租 分约不少 都在这里 我知道这件事情 你迟到时会知道的 所以之前 就当是我帮你存着 但你什么时候需要用了 随时可以用的 这钱不管我付给谁 这是我付的房租 而且下个月 我还是会准时地打钱进去 那你就明月 继续往这张卡里面打钱 然后我就继续帮你 把它存起来 到了年底的时候 我们一起拿这上面的钱 去度个假好吗 宋宁宇 我发现每次一发生矛盾 你就跟我转移话题 我上次跟你说手机的事 你就跟我聊电影红酒 我现在在跟你说 你骗我的事 你就跟我在计划 这钱怎么用 你这叫避重就轻知道吗 我不再知道你们这些 成语是什么意思 但是 我想告诉你 我说这个谎 我没有 没有别的意思 好吗 我们不聊以前的时候 我们就说现在 现在的 你在问我这个房子 是不是我的 我告诉你它是我的 我只为了当时 在那样的情况之下 你能很快住进一个 舒服的地方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现在就问你 你还有没有什么 其他的事骗我 没有 你不能因为我一个 善意的谎言 你就把我的信任度 全盘否定吧 什么就是善意的谎言 谎言就是谎言 所谓善意的谎言 都是满满的套路 我